護理人員推著工作車 忙進忙出 穿梭在醫院走廊 以後護理鬧出人才慌 如今傳來好消息 三班護病比心智三月將上路 只是今天的急劇 依照醫院層級劃分 也引來部分護理師不願買單 像這樣子的許多的事情 它會造成一些不公平 不公平就會造成一些不滿 攤開小夜班獎金比一比 醫學中心每班六百元 區域醫院五百元 地區醫院則僅有四百 大夜班部分則是六百到一千元不等 醫學中心每班一千元 區域醫院八百元 地區醫院也僅有六百元 醫界也擔心地區型醫院 恐怕在先出走潮 不止今天急劇反腫怒 白班護理不在補足範圍內 同樣引起反彈聲浪 而白班的護理師卻沒有拿到任何的獎勵的時候 他們心裡非常的寒心 白班護理師是非常辛苦的 他會認為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我還要繼續下去嗎 保衛福部隊這件事情是保持著開放 而且有彈性的態度 讓這個政策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政府加薪留人才 如何做到醫院發展兼顧平衡 大大考驗 中央指揮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